另一方面 钻石公主号依然是停靠在日本横滨港 进行隔离检疫工作 在为时两个星期的隔离期中途 再出现65宗新病例 截至星期二早上 这艘邮轮的确诊病例 已经达到了135人 属于中国境外最多 钻石公主号确诊病例来到135宗 还在船上接受隔离检疫的游客 心理压力每天都在增加 日本后生劳动大臣加藤盛信表示 有鉴于新冠病毒不断扩散 可能影响3600名乘客和船员的安危 因此考虑让全员下船 进行病毒检测的方案 但同时也必须应对国民的不安和忧虑 14天在船上的隔离生活非常枯燥 尽管美国船公司公主邮轮 10号已经宣布 全额退还乘客的旅费 但船上的物资和食物供应不足 再加上担心被传染 隔离者的优思可想而知 英国卫生部10号说 再有4宗确诊病例 目前国内累计8宗 消息指出这4个人都可能是通过 和一名出差到新加坡的人士 接触而感染病毒 是的 让9岁孩童中招 由于孩童曾经去过两所学校 所以法国当局决定关闭这两座校园 进行观察 受到超级传播者感染的 还有诊所的义务人员 这家诊所有两名职员 曾经在滑雪旅行中和传播者接触 目前确定一人受感染 这家诊所得暂时关闭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